小兵在挂着一身牧尸袍的时候,和对酒当歌的战士高手就已经对拼冲锋不落下风了,现在这一身让见鬼惊叹的套装武装起来更是如虎添翼,法师如何架得住这攻势,瞬间连起了树道白光,几个身子弱,反应慢的都被清理掉了。 顾飞现在自己动不了手,就在那活跃大脑,逐一响了一出又一出,突然又生出一念头,对着某一小兵喊,帮我把这陷阱夹子去了。 夹子,卡了脚,自己想抬手去掉,那是不行的,毕竟是游戏,你要去夹子,那就得有相应的解除陷阱的技能。 顾飞看着四个小兵这么能干,想看看他们是不是连这也会。 那小兵听命而来,蹲下身就揪顾飞脚上还夹着的陷阱夹。 但这一次却让顾飞失望了,小兵一拉夹子,顾飞的人在地上被拖出了半米,夹子丝毫没有脱落的迹象,很显然小兵不会解除陷阱。 但顾飞非要他干这事儿,他也得听命,就是把夹子往下拽呗,但拽不拽得掉,他就不思考了。 顾飞连忙道,行了,行了,忙你的去吧。 结果这话可能是太生火了,小兵没听懂,继续抓着陷阱夹,把顾飞脱了又半米。 顾飞连忙使用简洁明了的指示,停,去战斗。 小兵起身,头也不回地看法师去了。 对酒耽搁的玩家,被这么一闹,已经乱作一团。 韩家公子虽然在旁呼喝着,让众人稳住场面,但他一个平时和韩会缺少交集的人,在众玩家心目中可是半点威望也没有的。 突然间在活动中,就想让别人对他言听计从,天下间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。 逆流而上倒是信任他的能力,把他安排到了很重要的任务这边。 在风平浪静的时候,大家对韩家公子的指挥还可以当作是什么合理建议听一听。 但此时,战局突然一团混乱,没有威望的韩家公子在这些人心目中是毫无期待感的。 他的声音根本无人理会。 即便是逆流而上,虽然信服韩家公子鬼神莫测的谋划和牧师技术,却也没把这边任务的指挥权交到这个其实他并不太熟悉的人手中。 那个之前领头问话,又对冲锋的战士,才是这边任务的真正指挥。 这战士叫漫川,装备都并不太显眼,但却是跟着逆流而上,一起把对酒当哥带大的老战友,会里的骨干核心之一。 技术意识都很不错,装备不太好,那和运气有相当大的关系。 只要有一个指挥,此时场面也不至于乱糟糟的,但很遗憾的是,漫川已经不在了。 见鬼这些老手,一眼就判断出他是领头的,更明白秦贼先秦王的重要性,一击物影突袭就奉献给了漫川同志。 漫川根本没来得及进行什么团战上的指挥,就已经去了复活点了。 坑外不止漫川一个人,和他一起上来的几个,包括韩家公子,还有一些前行的盗贼,一堆人都是乱哄哄的。 有想下去对付那四个战士的,也有想过来捉见鬼的,见鬼经验何等丰富,干掉漫川,就不停地移动,和这些人周旋起来。 转了几个圈后,再次找准攻击目标,赫然是朝韩家公子冲了过去。 谷飞在坑里还不能动,但一切都看得很清楚,看到见鬼爆发干掉漫川,又看到他冲向了韩家公子,忍不住惊叹。 见鬼,你真是太认真了。 韩家公子的话,现在是没人听,但继续这样没主意地乱打乱撞,这个一直持续的指挥声音,很可能就渐渐会被听到心里,继而开始照做。 韩家公子就是想到了这点,所以虽然没人听从他指挥,他的声音却一直没停,始终看着这些玩家乱七八糟的模样下达着指令。 经验无比丰富的见鬼也判断出了这一点,在干掉漫川后,立刻开始向韩家公子出手,一点放水的意思都没有。 韩家公子却不以为然地笑了笑道,没有一上来就干掉我,是你们最大的败笔,还不算迟,见鬼的确很认真,笑都没笑,一刀就捅上来了。 韩家公子虽非战斗职业,但反应倒算机敏,居然避过了这一刀,手一掏口袋,居然拔出一柄长剑,还了见鬼一击。 顾飞看了大惊,师生叫道,你偷学我功夫。 韩家公子回头瞟他一眼,这还用学吗,看两眼就会了。 顾飞虽也受不了别人鄙视功夫了,但这脚上的陷阱家迟迟不掉,真是急死他了,这边见鬼和韩家公子竟然你来我往的打了起来。 顾飞,这又多看了几眼后,忍不住笑道,什么嘛,装模作样而已嘛。 顾飞,刚才其实挺痛苦的,自己辛苦这么多年练出来的功夫,韩家公子游戏里随便看看自己PK就学了去了,这太不平衡了。 此时看,韩家公子多耍了几下防支,就是个空架子罢了,他只是照着顾飞用过的招式,模仿着耍了几下罢了。 听到顾飞已经给看破,无奈道,本来就是。 但这一上手,连顾飞都骗住了,更何况见鬼,更何况见鬼更深知这家伙的脑袋是非人类的。 没准真看多了顾飞战斗,把功夫都学了不少了,所以站得十分小心。 顾飞能几招后,就看出韩家公子是装模作样,见鬼哪有这能耐啊,还在那儿小心呢。 听到顾飞说破,这才醒悟过来,感情都是没内涵的虚招啊。 可这时反应过来,已经迟了。 见鬼身后还追着一帮人呢,这会儿已经赶到身边,见鬼不是顾飞,对酒当哥的玩家也不是砸碎。 这么一团人上来,见鬼真不是对手,只好放弃击杀韩家公子的机会,又跑位去了。 你那边,你那边。 嗯,法师哄那边,你们俩前行。 韩家公子也不管,看一帮追兵到了自己面前,顺手就指挥上了。 就是不知道他们的名字,你你你的,这可有点麻烦。 这群人早没主星谷了,好比踢球的时候没了战术,那就只会一位着追着球跑。 此时突然有人指点,心中好像亮起了一盏明灯。 韩家公子期待的,见鬼担忧的事儿,终于发生了。 混乱的玩家,开始接纳韩家公子的指挥,而这时候,也不得不说,对酒当哥行会里的命令,这边出了事儿。 早有人发消息告知逆流而上,频道里更是呼叫声一串又一串。 逆流而上还想找曼川了解点情况呢,结果就收到曼川我挂了的消息。 带队人已经挂了,这不是群龙无首? 身为会长的逆流而上深知这情况的严重性,他也很清楚韩家公子的本事,正想下令都听韩家公子指挥的,结果那边情报过来,偷袭的人是千里罪和见鬼。 这一下子,又让逆流而上犹豫起来。 结果就在这时,韩家公子给他来了条消息。 你再不发话,可就要死绝了。 韩家公子可不会蠢到傻等那些人接受自己,他会找出最快让那些人听从自己的办法,当然就是会长逆流而上发话。 聪明人说话不需要太多解释,韩家公子这条消息逆流而上很清楚他指的是什么,但他还是又谨慎地询问了那边的战况。 从亲信口中得知,韩家公子真没和那二人客气后,这才一咬牙,在行会里指示那些人听从韩家公子指挥。 这时候,坑外追着见鬼的一伙人,已经开始自发地接受韩家公子的指挥了,坑里的还在六神五主中,但逆流而上的命令一到,他们心中期望又燃起来了。 比较扫兴的是,居然有人在问,谁是韩家公子啊?光明牧师长得很,很特点的那个。 逆流而上十分关心这里任务,连忙就想用最快捷的描述。 但很快想到,韩会频道,韩家公子也看得到,说一个男人长的女人,或是说一个女人长的爷们儿,显然都不是令人高兴的事。 情急之下,逆流而上,却还是改了下口。 得到了指挥权的韩家公子,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把顾飞干掉,回身就想对顾飞那边进行部署,结果就看到顾飞高兴的一个跟头翻了起来,一剑将的陷阱尖给挑飞,兴奋道。 好了,法师向坑外退,弓箭追踪使攻击千里遗罪,战士护送,牧师不用管法师,保护战士,全体朝四点钟方向移动。 韩家公子的指挥一说就是一大串,针对的人正是顾飞。 而顾飞相较之下就简单多了,手一指韩家公子,只说了两个字,攻击。 小兵们的旋风斩也不是无限量的,这个时候已经停了,对就当歌的玩家们回过劲来,正好有了指挥,正咬牙切齿准备反击。 而且仇恨相当明确,顾飞他们没怎么放在眼里,这四个小兵他们是恨死了,结果顾飞陷阱一甩也就不需要小兵再照应了,竟然把四个小兵都派向攻击韩家公子。 韩家公子再聪明,这一时半会儿的,却也猜不出这四个卫兵是什么来头。 只看他们十分听从顾飞的指挥,一秒都不带犹豫的,总觉得有点怪异。 正这时候,有个玩家突然诧异的大喊, 他们是NPC。 这是有人回过劲儿来,开始对对手施展鉴定术来判断情况。 这一鉴定,四个战士都露了下,韩家公子也反应过来了,竟然还有这样的情节,真是没想到啊。 四个小兵拥有非小兵的飞快步伐,尽快地朝着韩家公子就杀了上来。 韩家公子对情况判断十分清晰,立刻下令,兵炫风? 一边下令,一边也转身炮位,他可不想站在原地等死。 坑里对酒当歌的玩家,听从韩家公子方才的部署,一边调整阵型,一边有剑手对顾飞进行追踪式的骚扰。 这顾飞活动了半天,没动的手脚,早已经精神大振。 而且刚才不能动的时候,吃了水果,把法力也补充得满满的,此时大吼一声,我来了。 他竟然不理会韩家公子,却朝人多那边钻去了。 兵选风两排阻止他,部活海战士法师身前掩护,整体后仪尽量保持六米以上,消耗他法力。 韩家公子命令下的飞快,当然,这个时候就不能再张嘴喊出来让顾飞都知道了。 一串蚊子跳出频道的时候,顾飞正把飞上来的树枝追踪石给打落。 兵选风已经结成了一排,吹了过来。 如韩家公子所料,顾飞根本不躲,直接一记双眼闪即能判定,伤害高者胜。 一排冰选风被顾飞给扫没了,正准备冲,没想到后面竟然还埋伏着一排。 顾飞连退了树步,一瞅瞬间移动,正好冷却结束,潇洒地一挥手,人一闪就过了这道关。 结果就是铺天盖地的活海,又阴我。 顾飞泪流满面,狠狠地朝韩家公子那边望了这一眼。 这一步接着一步的布置,根本就是等着自己踩的,没办法,这家伙太了解自己的战斗习惯了。 再一看对方阵前,战士已经严阵以待。 顾飞的双眼闪不转身打出双倍伤害,根本秒不了现在的高端战士。 而由于韩家公子对他的了解,这些战士站位非常讲究。 顾飞平时转身双眼闪,用得那么爽,一大原因是对手都很配合。 自己朝前一冲,对方立刻围上来,挤满他身遭三百六十度,这不是着秒呢吗? 但眼下,韩家公子显然是不准备给他这个机会。 顾飞于是决定,也不浪费法力,没有继续前冲,而是急步朝左闪去。 方才吃水果补法力,同样也吃了面包补充生命。 穿过那道冰炫风后,看到范围攻击,一瞬间做出判断的顾飞立刻闪避,反应之快,比起之前被小兵冲锋捅的一下还要快,倒是没伤多少生命。 剑手继续骚扰,刺客前行从多个方向接近分散他的注意力,互抱距离,注意层次,散开阵形包围,完成后以他为中心,范围法术攻击。 不要顾及是不是会伤到自己人,韩家公子继续布置,顾飞也立即看出对方有散开包围的意图,他也注意了一下韩家公子那边,四个小兵被法师的兵炫风给击中,速度大降。 韩家公子一边指挥消灭顾飞,一边又在布置其余人手,对四个小兵进行攻击。 没办法,对酒当哥在这边的人手相当充足,而剑鬼这个时候,像是在放风筝一样,前边跑,后面一堆人追。 这些还留下继续追击他的,都是速度上不弱的,剑鬼也没了能甩开他们的机会。 四个小兵是系统风格的战斗方式,伤敌以前自损八百,对于玩家的攻击并不怎么防御。 尤其此时顾飞对他们下达了攻击韩家公子的命令后,这帮家伙竟然死脑筋地执着冲向韩家公子。 此时中了兵选风,移动减缓,依然艰难地迈着步伐。 更有一个潜伏者玩家阴险地下了个陷阱,一个小兵踩中后被禁锢了行动,却游自冲着韩家公子挣扎着身体。 韩家公子这阴险的家伙,完全看破了这四个小兵死脑筋的这一点,以自己为诱饵,跑位,不断引着他们陷入玩家的攻击。 顾飞这一看,方知自己之前那个简单的针对韩家公子的命令是多么的愚蠢。 这四个小兵怕是支撑不了太久,看到如此依然不知放弃继续拼命朝韩家公子追尽呢。 这呆板的行动竟然让顾飞莫名地感到了心酸,这是执着呀,自己最了解的执着。 就这时候,那个受困于陷阱的小兵终于被蜂拥而上的玩家给终结了。 临倒下前,还在不屈地剑指着韩家公子的方向,更悲情的是,小兵倒下之后,不像玩家一样白光消失,那尸体就倒在了荒凉的旷野之上。 玩家迈着步子从他身上踏过,有些个主意多的,竟然蹲下来去摸起了小兵的尸体。 顾飞大怒,突然不顾自己手边的敌人,也像个小兵一样朝着韩家公子他们这边冲来。 骚扰的箭手,分散他的注意力的前行者,顾飞全没理会,他也像集中了仇恨一般,他看到那个潜伏者又溜到前方去下陷阱了。 这里是韩家公子跑位的路线,小兵追击的必经之路。 战斗战斗,自由战斗! 顾飞朝小兵们吼着,跟着安夜流光剑一挥。 雷电术叫,一道电光,劈了那潜伏者,不想这家伙身子真结实,吃了这一下竟然没挂,顾飞大怒,随手掏了个白板匕首,当飞刀就扔了过去。 一刀扎那潜伏者脑门,还没死。 韩家公子已经一个回复术,给他把生命补上了,正鄙夷地望着顾飞。 顾飞也没心思理会他这边了,大步朝着三个小兵冲去,大吼一声,卷着双眼闪,杀到三小兵身边。 当场带走数名玩家的性命,回复。 顾飞一边攻击周遭玩家,一边朝三小兵喝道,一看三个小兵拿了绷带出来。 这道真是回复生命的手段。 松了口气,韩家公子又是轻蔑地笑了笑,命令都不在频道里偷偷发了,挥挥手轻松道,一起炸了。 法师排开一线,摇着法杖开始吟唱法术。 顾飞和四小兵生命都不怎么完美,对酒当歌的法师用法术可不会那么没配合,那范围法术一轰都是一大片的,顾飞在对抗赛上早就见识过了。 这一下,就算自己可以躲开,这三个小兵怕是要糟糕了。 顾飞正遗憾,就见见鬼开着火车从侧一杀到,手中两把匕首娴熟的一台,无垠突袭。